現在讓我們歡迎亞洲大學資傳系教授 陳文倩教授 歡迎 大家好 我們是亞洲大學創意領導中心的學生 我是自祺 我是羅夫 自祺 自祺 你知道嗎 今天這場同學講座是我們這學期最後一場 同時也是我們文倩講堂的最後一場演講了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之前有聽過文倩教授的講座了呢 這麼多人大家應該很多人 有有有有 好 很多人舉手 好棒喔 真的是乖寶寶 大家都有來聽演講 我想大家一定都非常喜歡 也非常享受在陳文倩教授的分享裡對吧 當然囉 那我想大家現在也非常希望我們立刻趕快下台 讓陳文倩教授趕快上台跟大家分享啦 對 那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陳文倩教授 歡迎教授 所有各位同校長還有所有各位同學 大家好 台中真的很好 我今天穿的衣服你們覺得是不是很多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我穿這樣的衣服在台北是很冷的 還要再加一件外套才可以這樣 真的是很冷 所以台中是一個永遠最溫暖的故鄉 恭喜你們是住在這裡的 今天我的題目 good 給自己 給我們台中人一個掌聲 我覺得我在去年做的最明智的一個決定 就是到台中的亞洲大學來教課 之前我在正大還有在台大 但是呢台中是我的故鄉 它使我不只回到了故鄉 還回到了真正溫暖的地方 那今天的題目叫 回憶如此多情 你盡力過了你的青春嗎 我先猜一下 有人問我啊 就是文倩這不太像你啊 你怎麼到了亞洲大學呢 變成像一個女的留頭髮的達賴喇嘛 每天都在講 這種什麼回憶啦 回憶如此多情啦 然後像剛才有很多什麼 漁業學校達賴喇嘛沒有講啊 就是這跟你平常在討論的事情 很不一樣啊 我想告訴各位 其實這個是哲學家裡頭 非常重要的一個反省 哲學家裡頭一個很重要的反省是 我曾經在一個演講裡頭告訴大家的 當一位德國最著名的世界級的哲學家 他的名字叫海德格 他加入了納粹以後 引起全世界所有知識界深刻的反省 以前我們的講法 台灣人 我上次有講過台灣人的說法說 阿黑人 他去 咖啡 咖啡 這樣 可是當一個全世界 是一個哲學家 他不是一個什麼化學家 物理學家 他是一個哲學家 那這個德國過去大多數重要的哲學呢 基本上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哲學傳統 結果這樣的一個國家 他出現了納粹主義 這當然對全世界所有的知識界 都是很大的一向衝擊 那非常著名的是Hannah Arendt 她剛好是她的女朋友 她22歲的時候是她的學生 她愛上了她的老師 她是她的地下情人 結果後來 因為Hannah Arendt是猶太人 海德格加入納粹以後 不只是他們的感情破裂 那個對Hannah Arendt是一個人生非常重要的 重新思考 什麼叫知識 什麼叫做人 這是為什麼我今天一系列的講座裡頭 談的都是這些議題 其實一個人如果沒有能力 把自己處理好 大多數的知識 都是在你的自身之外 It's only the dictionary 它只是排在你們家書櫃上頭的百科全書 在你電腦裡頭的某些記憶體 你可能可以把它摘錄 整理 發表 很有深刻思考的某些論文 It's nothing to do with you 它跟你沒有真實的關係 它不能給你力量 它不能真正給你啟發 所以我們發現 越有學問的人 他越白癡 越有學問的人 他越痛苦 因為他不覺得他應該這麼痛苦 你知道一個人他如果不覺得他自己很優秀 他很痛苦 他就覺得 我很痛苦 覺得自己很棒的人說 我怎麼會那麼痛苦 所以他的痛苦就加上了很強的一些字眼 因此 在你們這麼年輕的時候 我覺得 很希望 你們每一個人 可以把自己 很多屬於人 無法避免的問題 把它處理好 Handy Errant後來對 他的老師海德格的反省 他覺得 他把他太多數的 屬於他人生的挫折 他還同時期成長過程中的經驗 最終 帶給他的創傷 付託於一個 沒有任何人 現在的你們 也都不會同意的一場主義 一場風潮裡面 這位了不起的哲學家毫無自覺 Handy Errant後來 他寫了好幾本書 有一本書裡頭非常有名的 一開始有一句很重要的 quotation 一段話 因為他是從德國出來的猶太人 後來呢 他曾經逃到了法國 因為納粹追殺他 之後他去了美國 所以他說 我不愛德意志 我不愛法蘭西 我不愛美利堅 我只愛人 我不斷地在思索 人 為什麼要成為人 這也是為什麼所有的人 最後他會尋求宗教 因為他發現所有他的知識 不見得可以 guided 不見得可以導引他 面對屬於他自我的一個問題 那我今天呢 要給大家談的就是 你是否經歷過了你的青春嗎 你可以把你的青春抓得很好嗎 你青春 我不要說只有 三年四年 可能有十年的時間 我希望所有的人 好好地思考 尤其是未來 在你面對很多問題 或者當你成長的時候 你有很多 不想告訴別人 留在你身裡頭的 某些情緒 你如何透過這一系列的講座 你可以把它處理好 然後盡力地 把握你的青春 好好成長 今天我要談的題目 叫做回憶 我們下一頁 我用了一段話 就是很多文學家 所以變成很好的文學家 因為這些人 是處理不好自己人生的 所以他會引起很大的共鳴 我有一個好朋友 當然他曉得我很多見 那他的好朋友 叫做郭強生 所以我們是間接的朋友 那他寫了一本書 在台灣引起很大的共鳴 就是 何不認真來悲傷 談的就是 他是一個外省人的家庭 他的爸爸媽媽呢 兩個都是外省人 來了台灣以後 相依為命 你就談戀愛了 然後在一起 生下他哥哥以後 感情不睦 可是 左看我們有兄弟 右看你們有姐妹 就我們兩個這個家 要離婚嗎 為了要把自己的感情 跟整個家維持住 他們決定再生下了郭強生 因此婚姻又拖了十年 他媽媽死的時候 唯一的感覺就覺得 我這一生就這麼毀了 而他爸爸呢 覺得他這一生 沒有真正地愛過任何人 他爸爸是後來變成一個大學教授 這是問題了 所以他說何不認真來悲傷 就是講這個家庭的很多悲傷故事 支離破碎 那我在訪問郭強生的時候 他很多語言都很有趣 他說我爸爸是一個堂堂的大學教授 因為他後來找了一個看護來照顧他 愛上那個看護 那看護當然就很年輕 又是一個從大陸來的 堂堂一個大學教授 怎麼會被一個這樣的女人給玩弄 那這些字眼本身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書讀的越多的人 他越難承受痛苦 他越難承認他的錯誤啊 那所以他就寫了一本書叫做 何不認真來悲傷 因為他的爸爸後來呢 也真的被騙走了很多錢 而且得了阿茲海莫症 一點一點的失意 然後他現在陪著他的父親 我寫了這麼一段文字 其實我不太贊成他的論調 我有跟他講說 郭老師我覺得你文字寫得太好了 很有才氣 也很多文學家都覺得 它是最近少見的好作品 我說你那個時候 在中國時報人間覆刊連載的時候 我很想跟你對寫一篇文章 叫何不認真來快樂 OK 就是我跟他不一樣的人生態度啊 他叫何不認真來悲傷 他覺得為什麼要否認自己的悲傷 我們就來悲傷吧 我的意思是說人生這麼短 你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來悲傷 你何不認真來快樂啊 那我寫這麼一段文字 是在之前寫的 不是我這一次 我剛從舊金山回來 用了一個舊金山大橋 我很記得在我28、9歲的時候 當時我在生病 我就在Berkeley那個地方讀書 我經常坐在 靠近舊金山橋的一個窗戶 在某一個海邊的餐廳 一個人在生病的時候 就會有這種情緒 你故意大概三點多的時候到 然後那個地方的 夕陽下的比較快 在夕陽出現之前呢 一定就會有大霧出現 然後很美的金門大橋 Golden Gate Bridge 就會消失於霧中 那這是一種自我的投射 因為你在生的很重的病 我當時是被免疫系統 攻擊我的腎臟 那我這輩子呢 就是一個很活躍的人 要去哪裡去哪裡 做什麼事情 是個獨立的人 腎臟病呢 叫做富貴病 就是你站起來 連丟個垃圾 做什麼事情都不會 那你的感覺突然覺得 瞬間覺得你是一個廢物 好像是一個在消失中的生命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有 sentimental 就會有種敏感 然後你就很自然地去坐在 舊金山的大橋前面 就看著每一天 那個霧把最美的東西給消失掉 當時我二十八二十九歲 我為什麼不花那個時間去看帥哥 看那個舊金山大橋要幹什麼 所以現在想起來看一次也就夠了 還常常去看這樣 那時候我很記得我寫了一小段話 世界小的像一條街上拍攝的電影 我們在街道的尾巴再度相遇 彼此點個頭 所有曾經的甜蜜炙熱離別傷痛往事 好似只停留於街頭的另一端 省略了問候 省略一時說不出口 百般複雜的內心滋味 也許歡樂 從來只是街道上的一棟房子 我們走近了 經過了 盛宴已經結束 我們都不曾忘記 但也無需再提起 回憶只是一條街上的布景 全拍完了 故事早已結束 我們曾經是主角 如今我們已是觀眾 好了 所以我告訴各位 一個人悲傷的時候 就是一個好作者 如是而已 這個寫得很不錯吧對不對 那 你需要這樣看事情嗎 這是我今天告訴大家 比如說 我們看往事的時候 難免都像我剛才所念的一個感覺 其實呢 你怎麼看回憶 我剛剛講說 我寫的這麼美 一段話 走進 就是我們曾經有過的歡樂 我們現在是觀眾 我們曾經是主角 為什麼這個語言 沒有感覺把它倒過來 在人生裡頭 我們不只是布景 我們曾經是主角 雖然我們現在是觀眾 多麼好 我們曾經有一場盛宴 完全一樣的是 Why 我不把它完全倒過來 所以我才會跟郭強森說 我非常想把你的 所有相同的事情 用Different Perspectives 完全去寫 它一樣非常非常地美 簡單來講就是同樣一件事情 你怎麼去回憶 是人可以決定的 你回憶是摘錄它 聖宴的部分 曾經有過聖宴 太美好了 雖然現在我已經離開 但是本來就沒有什麼不散的宴席 我曾經是主角 儘管我今天是觀眾 但是我就是曾經是主角 何必感嘆我現在是觀眾呢 所以你決定你要看哪個角度 這是很重要的 所有的攝影師 你們現在每個人都有手機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人 從來歷史裡頭沒有一個年代 像我們現在 人人都是攝影師 人人都在選取你的角度 比如說我現在要拍這裡 我拍全景的 我要拍某一個地方的 我要拍哪一個人的 拍什麼地方的 它本身就是一種選擇 那我們都知道 你不會有人拍照片的時候發神經 除非那個人自己有躁鬱症 你一定會避開醜的 然後特別選漂亮的部分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在處理我們的回憶的時候 卻沒有這種聰明 去選擇好看的 我們為什麼老抓著那個又髒又臭的 在裡頭垃圾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 然後說 好髒好臭 好髒好臭 我好傷心 這個是所有人在回憶裡頭的一個通病啊 但是 我這樣子講 對大家有意義嗎 你們會覺得 講起來很簡單 可是我就是 禁不住會被悲傷的事情 給抓住 的確 回憶不是像我們到7-11 到超市裡頭 它像一個貨物櫃班說 我決定要拿下這個 我決定要拿下那個 它也不是圖書館 我要借著這本書 我就可以回到那個地方去 某個程度 你有點做不到 你明明不想回憶它的 它就會在夜間 夜 身 人 靜的時候 或是當你出起不意的時候 突然跑到你身上來 這的確是回憶的一項特色 所以我的理論就是 人要像你在拍照的時候 這麼懂得去選擇好的角度 它不只是一個理性的自我提醒 它是需要練習的 就是你要有一套練習法 像你在打氣功一樣 它有一套練習法 所以我今天要來教你們的是 就是我自己的回憶的那個叫什麼 魔法術吧 就是我自己的這一套辦法 基本上我們要先理解 就是我講過幾次 再重複一次 就是回憶是我們腦部裡頭 很奇妙的一個組合 它就是當你經歷過這件事情 它就是組合在你腦袋裡 有好的有壞的 但我講過很多次 就是人的腦袋裡頭 有一個東西叫做性人核 那這個性人核 在你的腦袋裡頭 你就是要對抗它 那這腦汁繳在一起呢 某個程度來說 這做起來是個荒謬的 你若從一個相對的概念來看 從時間軸來講 所有現在裝進你腦袋的 早就都消失了 可是它就在你的腦袋 它只存在在你的腦袋裡頭 Actually它已經消失了 包括一關開始我跟你們講的話 包括我以前跟你們講的話 包括許許多的事情 它通通都消失了 包括你今天早上吃了什麼 昨天晚上被你媽罵了一頓 通通都消失了 可是它還在你的腦袋裡面 它出其不遇的 就是會佔據你的感情 所以它其實常常會變成你感受的一部分 也成為你感受的主軸 我有一個話 我們其實都是腦部指揮棒下回憶的演奏者 好 那你知道什麼叫指揮棒對不對 這個指揮棒在哪裡 你要把它變成你是 你自己是conductor 你手中有這個指揮棒 還是任由你那個腦部組織 你也無法控制它的來指揮你 那是選擇 那是選擇 我剛剛從舊金山回來 我重回舊金山 Gordon Gage Bridge 就是金門大橋旁邊 有一個叫Marine County 那裡很漂亮 它有一個很特殊的餐廳 它就剛好就蓋到海的旁邊 非常的美 你坐在那裡呢 看著金門大橋 金門大橋呢 在美國被稱之為叫自殺聖橋 可是蓋它的建築是一剛開始是說 它所有的建築的目的都是防止自殺 可是因為它要防止自殺 它真的非常的美 所以呢很多人 因為它太美了 就非在那裡死不可 因此才有Ted 有一門客 有一個人就來告訴大家說 你在這裡自殺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請你要自殺之前先想清楚 因為呢它是防止自殺的 所以往往你一旦跨過那個邊緣的時候 別人要救你就會來不及 你一定會掉下去 那你一掉下去的時候呢 第一個往往你不會一掉下去就死掉 第二個沒有人來得及救你 因為它的海浪很大 第三個你會在水中溺水而死 第四個有的時候那個高度 一下去的時候下面都是懸崖 你就直接會腦漿撕裂 它就講得很誇張這樣 讓所有的人都不覺得 它跟金門大橋想像中 我從這裡死掉 上面都是霧 你看到的是表面 你掉下去的時候是很淒慘的情況 那我在1986到87年的時候 常常造訪這個地方 那附近有非常多很漂亮的房子 就是為了看金門大橋 大家才從這裡得到它的一個想像 那當時的我就是我剛剛告訴各位的 生著一個重病 那我第一次呢 了解到說 原來我有免疫系統疾病 雖然我從小一直在生病 可是我不太知道是這個病 而且那次是直接攻擊了我的盛長 那其實我運氣非常的好 所以我一直很覺得感恩 後來我認識了林杰良醫師 跟他的妻子 其實林杰良醫師得的病 跟我是一樣的 那她是台北醫學院的學生 她跟我完全同年 都是1958年的 所以兩個人的命運就這麼不同 我因為是在美國發病 她是在台灣發病 當時的台灣醫療還很落後 現在台灣的醫療 比起我們那個時候進步太多 很多知識進步很多 那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是在Berkeley生病 那我在美國有親戚 我有我的乾媽 OK 還有我的親戚 都在這個San Francisco 那個地方呢 幫我的忙 他們就直接把我帶到 UCSF 就是美國非常有名的 加州舊金山的醫院 然後那個醫生 他很快地診斷出 你是免疫系統攻擊腎 這個差別在哪裡 差別就是 他不認為你是腎臟病人 你只是變免疫系統攻擊 所以他用非常多的肋骨唇 而且他嚇肋骨唇的方法是 台灣很多醫生不敢嚇的方法 所以他嚇肋骨唇嚇非常重 然後一直遞減遞減 然後也不在乎你的 因此你的肝裡頭 有非常多的所謂天稱之為 叫做鐵肝的狀況 他的理由只有一個 你太年輕了 你不能這輩子 就跟著那個洗腎機器 所以我一定要救你 那你要跟我合作 你會有什麼樣的情況 時間會很長 可是像林建良醫師 他們在台灣 大概跟我類似一樣疾病的人 沒有多久就是洗腎 所以台灣的洗腎比率非常地高 那有些人是真的需要洗腎 有些人其實並不需要 所以台灣的洗腎比率高到 到現在為止很少人有辦法給予一定的答案 但是我知道 大概跟我一樣情況的人 沒有一個人逃過洗腎這件事情 我所認識的 所以這就是兩個人命不同 我如果當時在台灣生病 就算我們可能跟某幾個醫院的醫生 是熟識的 很可能當時台灣對醫療 根本對免疫系統 即使到今天對免疫系統的疾病的理解 都不是很高 而我兩年前生病的時候 最後還是要去美國 曼塞納那個地方開刀 因為台灣沒有辦法幫我開刀 因為台灣沒有這樣的開刀技術 所以你就知道說 那個時刻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最後我今天站在這裡 那林建良醫師呢 她是一個那麼好的醫生 然後她後來就一直洗腎 一直洗腎洗腎 實際上有一天就突然病發症 然後在她太太談論詞 完全沒有準備之下 她就走掉了 可是那時候我並沒有碰到像林建良這樣的人 所以我也沒有想到說 我非常的幸運 沒有被抓去洗腎 那我真正病了兩年 情緒當然很憂鬱 經常坐在岸邊 感覺到金門大橋 每天就落入霧中消失 好像自己的生命 我這看起來好像真的我快死了 這字出來的很特別 我那時候問自己說 有時候會很sentimental問自己說 我還可以活多久 兩年後 因為其實每一系統疾病 它就是攻擊你一次 那醫生呢就告訴我 唯一可以救你自己的 就是在水中好好的運動 所以呢 我在台中念十專副小的時候 就用盡各種方法 溜掉了 該游泳的時候 沒有游泳 我後來呢 念台大的時候 那個 學校的體育老師說 不會游泳 不能畢業 我就說我不要畢業 我寧可死了 我會溺死 我覺得不要游泳 我也不會游泳 這一次就非學會游泳不可 所以我現在會游泳了 所以人被逼到了一個期待 我就學會了游泳 在水中慢慢地走路 因為你沒有體力真的去運動 那我神奇般地 就一步一步地就康復了 那這件事情給我的影響是什麼呢 它教我忍受在疾病當中 第一個 你要忍受那個痛苦 虛弱 孤獨 接受你逃不了 一天一天完全相同的情況 因為它不會改善得很快 它養成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個態度 就是不抱怨 也不訴苦 所以這場疾病 我給了它一個名稱叫 它來得突然 走得很慷慨 可是我看過很多跟我類似 生慢性病的人 他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的情況就是 當他在慢性病當中 他天天都在抱怨 所以所有的朋友 就一天一天地遠離了他 其實每個人都會遇到 逆境的時刻 你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對待他 它可能變成你的禮物 它可能會變成 你生命裡頭 對你而言難以承受的痛苦 其實完全是看你如何去處理它 我這次再回去的時候 寫了這麼一段話 三十年過去了 就地重遊 那個憂傷的女孩 雖然老了就我了 但滿懷欣喜地回來 感恩一切的美都還在 我常去的那個小店 天空還浪 可愛小店 還有我自己都還在 去港邊那天呢 風很大 浪很大 溫度也很低 大概攝氏七八度左右 儘管我非常短促 時間可以去的時間很短促 不像那時候貼進去 腳步很慢 但是連我自己都覺得 非常的感動 坐在那個時刻的我 二十幾歲 二十七八歲的我 從來沒有想到說 哇我五十七八歲 還如此這個 走路 還叫了一台Uber 跟他講說 往前開就是這家店 然後那個人根本就覺得 我為什麼對這些店 寥若執掌 因為那個店通通都沒有改變這樣 那我就寥若執掌 這家店那家店 然後衝進一家 賣巧克力跟我說 我說你這家店是新的 其他我都知道 是原來哪些老店這樣 從來沒有想到 因為以前 我在生病的時候 在那裡走路 走幾步 就要在一家店裡休息很久 所以每家店裡都很熟 因為實在太累了 可是這一次我就 噗噗噗走完 就跑到上面去 越走越高這樣 所以怎麼面對你的生命 我剛講了你們 會不會覺得我了不起 覺得我了不起嗎 告訴你 我什麼都沒有很了不起 下面這個人才了不起 她是一個夜門的女藝術家 夜門現在看起來是一個 Hopeless的國家 阿拉伯之春的時候 它原來的政府被推翻了 變成一個流亡政府 胡塞爾 這個政府呢 是遜尼派的 於是他就討了救兵 這個救兵就叫沙奧迪阿拉伯 然後呢 夜門就分成南夜門跟北夜門 這個國家本來就是一部分是 什葉派 一部分是遜尼派 原來的同志是遜尼派 理由是什麼 整個全世界所有 中東繼續我給大家一個數字啊 因為最近沙奧迪阿拉伯 那個伊朗要開戰起來了 開戰兩邊這樣我斷交了 在整個全世界裡頭 80%的伊斯蘭人 在這個地區都是遜尼派 然後它的宗主國就是沙奧迪阿拉伯 剩下20%的人就是什葉派 它的宗主國就是伊朗 那關於什葉派跟遜尼派的爭執有多久 你們現在常聽到誰跟誰爭執 我們自己台灣內部也會爭執 你看別人就知道這個爭執有多無聊 同樣都是伊斯蘭教 它可以爭執到這個地步也很了不起 那我看到最近有一些報道說 他們爭執了1400年 後來我再看 我一看就這就露現了 我一看說這一定是抄Wiki 後來我去查果然就是 因為Wiki一錯所有的人都跟著錯 但是你讀書的人就不會犯這個錯 什葉派跟遜尼派呢 是從哈里法國開始陨落之後才開始衝突 那那個時候是在十一世紀 穆海默德創造回教是在七世紀的時候 七世紀的時候呢它只有一個回教 沒有什麼教派 那後來傳統下來的這個教派就叫做遜尼派 所以它才會現在人口在80% 可是當一個國家它開始在變弱的時候 就會有人造反 有人想要分裂 於是就有一個人就說 欸我是穆海默德的這個大徒弟底下的這一隻 我們擁有它的血液 所以就搞了一個派叫做什葉派 所以什葉派就如此出現 那什葉派呢它跟遜尼派打呢 它當然是因為後面起來就會力量比較小 它就是連結了突厥人 連結了突厥人呢就開始跟什葉派對打 然後突厥人呢想想就搶到拜占庭去 那拜占庭呢就趕快被包圍以後就跟羅馬教皇求討這個救兵啊 那羅馬教皇就叫了普魯士跟法蘭西的士兵們 就一路殺殺殺殺殺殺殺死了很多猶太人 殺死了非常多的意思來教 這就是著名的十字軍東征 所以那個時間點是差不多十一世紀左右 那葉門現在完全就卷在一個一千一百年的歷史仇恨裡 你覺得不會覺得很可憐嗎對不對 然後兩邊每天都被空襲 這邊的人空襲 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就空襲支持什葉派的 伊朗就空襲支持遜尼派的 所以有一個葉門的女藝術家 我覺得我太佩服她 她是最近我最佩服的人 你看到沒有這是左邊的炮火 她把它畫圖畫成右邊的樣子 一個小女孩捧著一盆花 再下一頁 這一次的轟炸 這一次的轟炸 這張圖片 當地總共死了快一千個人 她畫了一個小女孩 旁邊擁抱著天使 希望有一天可以帶領他們 離開痛苦 再下一頁 這左邊你看到之後 然後她就變成一個 也是一個圖案 一個媽媽背著小孩 再來 這個你會想到右邊的炮火 變成左邊這樣子 你會覺得這個人太了不起了 左邊她覺得有一個人在澆花 我們平常在我們生活裡頭 垂手可得的東西 對他們來講是奢望 所以一片雲 她可以把它畫成如此 再下一個 所以人生往事 在每個人的性格裡頭 都可以留下痕跡 哪怕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這夜門女藝術家 別人訪問她說 你為什麼會想到 把這些炮火 變成這些藝術 她只有三個字 我活著 因為在夜門這已經很不容易 所以只要她可以活著 把炮火拍下來 她就會一直畫 畫到有一天 她也不能活為止 只要活著 她拿這樣的一個國家 內部的殘殺 屠殺 什葉派 遜尼派 這根本不可能終止 在她有生之年 因為這已經搞了1100年了 那從阿拉伯之村以後 就正式的全面的衝突 以前就是 雖然大家有教派上後的起義 我聽這個伊拉克 非常有名的 在美國的 在美國後來逃到美國去 一個很有名的 和平的鬥士 這個女孩子呢 她基本上 叫Zania吧 她每次都到 所有被屠殺的地方 去幫助很多女性 還有一個組織 叫Women for Women 她就告訴我 她說在伊拉克戰爭之前 其實當地的回教徒 雖然有過去歷史的 遜尼跟什葉的衝突 可是沒有人今天坐在一起問你說 你是遜尼派 我是什葉派 沒有的 只是很自然的 每個人去的清真寺不一樣 還有在廚房裡頭 他們吃的東西有點不同 那個時候在Kitchen 人們會討論這個事情 還有你去清真寺的時候 很自然大家去不同的清真寺 彼此之間還是共同上學 共同工作 根本不會問你說 你是什葉還是蘇尼 那伊拉克戰爭來了以後呢 美國人就開始把人分成 什葉跟蘇尼 不斷地強化這個事情 就使得整個阿拉伯世界 原來就很根深蒂固的 宗教的起義 瞬間就被操縱成 更大的一個政治上後的衝突 那阿拉伯之春 她的政治全部都開展起來 那葉門是從阿拉伯之春到現在為止 她是除了敘利亞之外 一個被忽略的 一直在彼此打仗的地方 到現在為止 葉門的戰爭是大家沒有討論的 那我剛剛給大家看是 葉門這個女的藝術 所以對她來講 她人生被訪問的時候 她就說了一段話 她就說我還可以活著 很多人就在這個過程裡頭 就死了 那我的國家看起來 好像也沒有任何人準備 解決我們的問題 也不可解決 她也找不到解決的方法 我們除了是一個 有戰略地位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們的人 有什麼地位可言 所以我看到這個 一女藝術家講的話 我覺得她比我 一剛開始講 德國的哲學家 有知識 有學問 這就是 Hannah Aaron講的話 我不愛德意志 我不愛法萊西 我不愛美利堅 我愛的是人 而這個女孩呢 她也不用愛事業 她也不用愛訊尼 她覺得她愛生命 任何一個可能的生命 生命裡頭的可能性 她都深深地愛著 所以當你在絕望的時候 你會找到一些喜悅的音符 然後甚至在絕望中 永久改變你的性格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說的是 你的回憶 跟你的人生的很多處境 某個程度來說 你要牢牢記住這四個字 你可能就可以practice 就是我今天講的一種心法 請在 每次人家都前面給你座右鳴啊 神愛世人啊 什麼主為保佑你啊 你會得到永生啊 對不起 我給大家的座右鳴是相反的 你的生命是有限的 你不會有永生 你每過一天 你的一天就gone forever 你每浪費一分鐘在抱怨 那一分就gone forever 有的人拿這一分鐘來快樂 有的人拿這一分鐘來畫一份 炮火裡頭的雲 有的人拿這一分鐘 在網路上頭 可能 人肉搜尋什麼事情 或者 可能去想辦法的就是 打瞌睡或是做什麼事情 我不曉得 就是每個人如何利用你的生命 其實決定你自己 會不會成為一個快樂的人 那可是我們多數的時刻 沒有辦法把我們的生命處理很好 尤其是當你年輕的時候 甚至很多年老的人 也都不了解這個事情 直到他可能真的快要 知道他的生命 到了快要極限的時刻 所以我給你們大家的座右鳴是四個字 叫做生命有限 當你知道生命有限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智慧 所以我很高興今天校長在 我幾乎在台大演講也講這個話 台大法學院有一次問我要不要去演講 我跟他講的條件就是 上面放個棺材 他不要 我說不放棺材我沒辦法講話 他說你要幹什麼 我說我不知道我可以對法學院的人說什麼 我自己是法律系畢業的 那我知道當律師可以很好也可以很壞 所以我希望他們變成一個好人 他不要覺得某些價值 名利的東西對他那麼重要 但無論如何呢 我的棺材演說沒有成功 我們校長今天在 我曾經想 你們每一個人的入學典禮 跟你們每一個學期要開學的時刻 我們有個亞大美術館 可不可以有一個生命的體驗的區 那個擺一個美麗的棺材 把它設計成床墊也不錯 讓人們每天或是每隔一段時間 你去練習死亡 然後你躺在裡頭想 好 如果我現在就死 我還在乎這件事嗎 如果我現在就死 那我還有什麼遺憾呢 如果我隔幾年就要死掉 我覺得我該完成什麼事情 其實體會生命有限這個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那大多數的人都得到絕症的時候就 我快死了 我快死了 快死了 其實他快死了 他還要一直抱怨生命 那有的時候他們就很忌諱 像我媽媽她得了肺腺癌 她非常恐慌 可是她的肺腺癌是零期的肺腺癌 居然有人零期的肺腺癌 可以檢查出來 因為她太厲害了 她自己就認為她有肺腺癌 那所有的醫生都說你沒有 她說我就是有 她堅持她就是有 那因為她跟台大幾個醫生很熟 台大有一個副院長呢 照顧了她很多年 一天還要接她十八通電話 我實在很同情她 那這位了不起的老人科的蔡副院長 就跟我媽媽說 你減少到存那個肩膀不減少 你除了腳指甲沒有檢查到之外 你什麼都檢查光了 你還要檢查什麼 她就說我有肺腺癌 結果她就去掛現在台大校長 楊潘池 因為她是台灣最有名的肺腺癌的內科專家 她一坐下來就跟楊潘池說 我有肺腺癌這樣 那楊潘池看了一下 沒有把她立刻趕出去 因為她其實蠻gentleman 而且很有權威 她平常還是不允許病人這樣 所以我不曉得為什麼 她就問她說 你為什麼覺得你有肺腺癌 她說因為我一直吃 可是我一直瘦下來 那其他的醫生也聽過她相同的話 就跟她說因為你太焦慮了 你很健康 但是你不能接受你已經八十幾歲 很多體力就不如以前 所以你一天到晚在做各種不同的檢查 因此可能你太焦慮了 那楊潘池就說 你做了哪些檢查 看完了以後 你為什麼覺得你會是肺腺癌 她說因為我姐姐就死於肺腺癌 那肺腺癌的確是有基因的可能性 所以楊潘池在看完 她說好 你做了MRI的檢查 你做了PET的檢查 你做了ETC 這個就是檢查 那我告訴你 這些都檢查不出肺腺癌的初期 可是你要檢查出來 我要給你照CT scan 因為沒有醫生會 沒病跟你照CT scan 它的輻射非常高 還有多高呢 就當時很有名 就浮導可能電場爆炸的時候呢 我就看到CN 當時我一看哇 CN就在訪問各種專家 大家就想說 哇那裡輻射多少多少多少 好吸服多少吸服 聽到我的頭都快炸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專家說 等一下我們現在講的這個輻射量 是你去照CT scan的七分之一 我才知道 原來CT scan的這個輻射這麼強 所以那個醫生就跟我媽媽說 那我給你照這個CT scan 羊潘池下癌就說 媽媽就說好 我願意 就一照出來就是 所以她的病是自己這樣檢查出來 那所以她應該覺得她很lucky對不對 她每天都在想她會再復發這樣 所以我們家裡的人 所有的人都覺得她好可惜 就是我的大阿姨就真的死於肺腺癌 然後呢她身體明明都很健康 她最近去檢查所有的指數99分 唯一一分不及格就是她太焦慮了 她明天都焦慮她的肺腺癌會復發 所以一個人即使她找到她的病病被治好了 她還是可以活在焦慮當中 而且她明明就已經現在過了年 她就已經快85歲了 她能夠活多久 她為什麼不快樂地好好活著 她每天都在恐懼死亡 所以我前幾天就跟她說 我幫你換一個床 她說我的床很好 你為什麼要換 我說幫你換一個像棺材的床 你可以天天去躺這樣 一般人對老年人都很忌諱講這個話 但我媽是拿我沒辦法的人 我就跟她說我幫你換一個床 像棺材一樣讓你先熟悉 你躺在裡頭你在想 你現在每天過的生活品質是你要的嗎 然後她明天晚上就跟我弟弟哭 我弟弟在美國 你姐姐要把我放到棺材裡頭去這樣 然後我弟弟就打電話問我說 聽說你要把媽媽放棺材 一定是有蹊跷什麼原因 我跟她解釋 我就跟我媽說 大多數的人都是這樣 我跟她講一個孤正甫 讓大家聽一個笑話 孤正甫先生往生以後 她的家人就找了我的好朋友 現在也往生了 叫孫大偉 所以人是很容易往生的 她派完顧政府的這個東西以後 沒多久連她自己也往生了這樣 那孫大偉 在我這個年齡的時候就走掉了這樣 那孫大偉那個時候講了一句名言 我印象深刻 因為她也來訪問了我 訪問了很多人 最後大家在那邊看片子的時候呢 她說 哎呀 這個死了以後才講這麼多 聽人家講這麼多好話好可惜啊 為什麼不生前的時候就講給她聽呢 所以我就跟我媽媽說 大家都等死的時候才工人瞻仰 可是人的死相很難看啊 要不然怎麼有一句話叫做死相這個字 對不對 就死相就是很難看 你說這個送行者怎麼畫也畫不出什麼好看的樣子啊 那你這輩子最在乎的就是漂不漂亮 而且你很擔心 我們是不是幫你穿上你最好看的衣服 你乾脆生前工人瞻仰這樣子 OK 然後穿得好好看一看的 挑個漂亮的棺材 每天練習 然後每天想說我還沒死 我因此就可以今天要去辦什麼事情 我看你只有置之死地而後生 哪一個字不對 置之死地而後生 要不然你這樣活得人生很悲慘嘛 你每天都在跑醫院 看自己會生了什麼病 然後每天都覺得這裡藥酸被痛 覺得你明天就要死了 那就乾脆死了 再生再爬起來 因為你的確沒有死掉嘛 那你又很愛漂亮 那每天試著拍拍看 是要穿這套衣服走呢 還是穿那套衣服走呢 帶哪些配件呢 就想清楚 然後最後才規定清楚 你到時候一定只能穿一套嘛 我媽每次出門都一直在換衣服 我說你只能穿一套 所以你要先選清楚 我們沒有人會幫你選 如果是我幫你選 一定幫你選最醜的一件這樣子 我就警告她 所以她就被我講到後來 明天好像心情開心了三天左右 我就說你心情好不好 很好很好 因為她怕我真的把棺材拿去她的家裡 其實我剛才講的是笑話嗎 未必喔 亞大可以因此 讓全台灣的年輕人 從年輕就珍惜你的生命 生命有限 好嗎 OK 那如果你們有人想要去像 哪裡去自殺的話 先不要自殺 下次我們來寫一個軟體 然後你就先按 把你的名字按進去 比如說陳文茜 金門大橋 自殺 然後就可以輸入進去 然後就想像這個肉體 掉下去怎麼潰爛 腦漿怎麼四溅 然後骨頭怎麼折掉 然後除了拼命的硬水 然後死掉 You feel good 你再去做這件事情這樣 所以防止 就是幫助你生命快樂的方法 就是想到它真正的結果 跟最後人沒有辦法得到 人永遠逃不掉的條路 叫做死亡 所以我不喜歡那個作為名叫 信上帝得永生 我可以告訴各位 你信不信上帝 你都得不到永生 你一定會死 生命是有限的 而信上帝的過程 是讓你不恐懼死亡 而且應該教你 更珍惜你的生命 如果你們覺得 我剛剛想放棺材 太嚇人 其實這也是意念嘛 那棺材也就是 木頭做出來 只是它形狀做的 不一樣而已啊 對不對 然後接著呢 你想想看 如果我在我家擺一個棺材 我的狗搞不好 一跳進去睡 就覺得很舒服啊 因為它不知道那個叫做 棺材 Right 是不是 好 不要棺材 下一個方法 考慮一下 我假設 平均年齡是75歲 這很scientific 對不對 那我2016過了年 很不幸 我已經58歲 所以呢 我不要慶祝58歲生日 我慶祝倒數 為什麼我們剛剛跨年時候都是 10 9 8 7 6 5 這樣倒數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過生日都是 1 2 3 4 20 30 40 這樣過生日 為什麼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種過生日的方法 是沒有智慧的方法 有智慧的方法 要倒數慶祝 假設我75歲要死 我今年就是過17歲生日 突然聽起來感覺非常滿意這樣 我可以來過17歲的生日 這17歲 那你們呢 20歲的人 你就過55歲的生日 你就這樣倒數 可是你想想 我只剩55年 明年我只剩54年 再53年 你就想 或是你用退休年齡來算的話 65歲或是60歲來算的話 你就只剩40年 用告別式的方法 不要辦什麼30 40 50 60 不是大壽 而是舉行倒數慶祝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方法 就提醒你 我們剩下的日子 並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多 那我是準備了我60歲生日的時候 跟我的表妹 因為我們兩個童年 我就跟她說 倒數她不要 因為她是一個腦筋很乖的模範生 跟我完全不一樣 頭殼很怪這樣子 就是她太乖了 跟她講 講不通 我說這樣好了 我60歲 你又60歲 我們合起來一起過生日 我們過120歲大壽 所以呢 我們就是訂一個兩層蛋糕 上面寫 Happy Birthday 120歲 然後點120個蠟燭 請120個客人 然後插120朵花 什麼都120個 這世界上有什麼人過過120歲大壽 通常120歲的人都已經死掉了 還活著的就植物人或是插管 尿在床上 我們還可以跑來跑去 那你去訂一個蛋糕 你們要過幾歲生日啊 120歲那個蛋糕老闆也會嚇一跳對不對 光嚇他我就覺得很高興 OK 所以呢 其實However 你就提醒自己 Yes 我們其實生命是有限的 所以不要主持 不要過那種大壽日 要過倒數的告別儀式這樣 好 第三個方法 每天把你感恩快樂的事情寫下來 像我剛才一開始寫的很美麗 那個文字 那是壞習慣 不要寫感傷的事 要寫感恩的事 只差一個字 我們每天都有很多感恩的事情 可是我們不容易記得 因為我一再在課堂裡頭講 我們的腦袋就有一個我們的快樂敵人 叫做性仁和 他會幫你記住不快樂的事 所以你的回憶裡頭 不快樂的一定多於快樂的 所以你對抗他的方法就是 每天寫一個日記 或是在你的手機裡頭寫下 每天感恩快樂事蹟的習慣 帶著微笑書寫 最好還加個插圖 或是配上照片 它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沮喪的時候啊 你回來一番說 哎呀 原來我經過這麼多快樂的事情 因為你忘記了嘛 那一個研究 快樂的事情只會快樂三天 痛苦的事情少則一個禮拜 多數半年甚至一年甚至終生難以忘記 所以你一定要經常回來 每天書寫你的快樂的感恩時機 然後當你沮喪的時候 回來翻閱 那我有一個口號叫做 因此你活越久就領越多 因為你活越久 你累積的快樂的事情就很多嘛 對不對 但如果我們不這麼做 你就活越久 你就失去越多 你的感覺是你失去了越多 可是如果你是把你一生快樂的事情寫下來 那你像我們去旅遊 像吃到好吃的東西 我一定比你們吃得多啊 對不對 可是我如果記得悲傷的事情 你們後面的人都這麼年輕 你們悲傷的事情一定比我少 所以我活越久就失去越多 所以看你要從哪一個角度來看事情 我最近呢 就覺得我要開始突破我的人生 我在我55歲的時候就許下一個願望 我每一個跨年都要去一個 世界上不同的城市跨年 那今年我就選擇了舊金山 可是後來覺得在舊金山跨年呢 有點傻子 因為美國就已經 紐約就比起歐洲就很土淡 然後舊金山呢更無聊 所以我最後從舊金山走 但是我覺得我要給自己一個很特殊的跨年禮物 我就選擇了在北加州 一個很有名的度假區 叫做Bixer 大島 那這個Bixer呢 是在很著名叫Carmel Carmel這個地方啊 以前有一個電影明星 現在還在了啊 Clean Ewest他當過那裡的市長 在Carmel的開車大概40分鐘 他沿線還很漂亮的不得了 然後我就在那個地方 最重要我要去住一個Tree House 我為什麼要住Tree House呢 因為我發現了它那個Tree House 因為我們去那裡度假的時候 難以避免的就是你一定會有時差 時差很痛苦對不對 不對 時差很快樂 我在台灣天天都醒不起來 因為我半夜睡 我從來沒有看過日出 我都要睡到七八點起來 或是九點十點 如果我看到日出我就會很痛苦 表示我當天睡眠不足 時差有一個好處 你不費吹灰之力 每天都看到日出 你也不用發神經 跑到阿里山去守日出 都不用了啊 你只要坐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時區去 你就自動變成早起的鳥兒 有蟲吃 OK 所以呢 我就突然發現時差是一個 Such a beautiful thing 那因此你一定要在一個對的地方 度過你的時差的地點 所以我就去住了宿屋 那這個宿屋呢 夜裡兩點醒來 你不會為失眠所苦 為什麼 因為它屋頂有一個三角形 像教堂的玻璃 你醒過來 天是黑的 上面有星星 所以你就看到星星 哦 我失眠了 你不是覺得你失眠了 你就看它星星覺得 我在台灣平常日子裡頭 哪裡有時間去看 這麼美麗的星空啊 真是那個星星多得漂亮到好漂亮 只是沒有極光而已 要不然很美很美啊 我下次要去有極光的地方 三點 因為那裡有火爐 我就跟我表妹起來 我就是使喚她 她只想我一個多月 所以我就使喚她 我說你去點火這樣啊 她就去生火 生火了以後呢 我們平常挑食挑得不得了 你半夜三點去拿來吃東西 那附近還有很多猴子跟很多鳥啊 你去拿來吃東西 你也不能吃猴子啊 對不對 所以呢 就打開她的mini bar 她的那個冰箱裡頭 她說你什麼東西都可以吃 我們就突然覺得 什麼都很好吃 平常你根本不要吃的 什麼果乾啊 所有的什麼核桃啊 你都覺得好吃到不行 不得了 OK 然後後來呢 我就看到有個機器 這個機器呢 我以為是煮熱水的 它會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我就傻傻的 就把水倒進去 然後結果那個水呢 就全部都噴得滿 流理台都是 我就突然想說 對呀 水第一個也不夠熱 然後又打得滿 流理台都是 那既然要熱水 何必打呢 我腦袋突然想通了 哦 它是做Latte的奶泡機器 然後再打開 果然下面有一瓶牛奶 就很高興自己不止 沖了咖啡 還打了奶泡 然後把它倒在上面 第一次做一個Latte 就想到那些人在拉花 就沒人想辦法在拉花 看自己可以拉出什麼樣的花 然後呢 四點 我就跑去森林裡頭泡澡 因為那個地方呢 是有很熱的Jacuzzi 然後你可以 你不會四點鐘去游泳嗎 我就幹這個事情 因為不會有人起來 所以只有我一個人 還有我表妹 我就跟她說 她說四點鐘去 我說怎樣你怕什麼 我說我們白天去 還會顯露出我們的老太身材 夜裡沒有人看得見去 正好這樣 那我表妹就是很乖的人 我說什麼 她就跟著我什麼 她從我們三歲 兩個人一起念 繪華幼稚園 托兒所 繪華托兒所 我叫她說 那個修女好兇 我們遲到兩分鐘 就給我們罰站半個鐘頭 乾脆不要上課 就不會被罰站 她就跟著我一起去討學 這樣子 所以從小孩奔到今天這樣 我去跟她說 我們兩個人就去那裡 泡整個 Jacuzzi這樣 果然就只有我們兩個人 因為沒有人像我們 是從這個地方去的 她是從 New Jersey來 那她也有時差 因為 New Jersey 跟 California 差 三個小時 然後我們兩個就四點鐘 就跑在太平洋的懸崖上面 泡 Jacuzzi 你不覺得很美嗎 對不對 然後呢還帶著我們剛剛 泡的老太家溫水瓶 還帶著一堆水果在那邊吃的 高興的不得了 結果有訪客 她好緊張啊 原來是一隻猴子 我告訴她說 這猴子看起來很年輕 牠就是小鮮肉 你在怕什麼這樣子 也不嫌棄我們這些高齡老父 所以答案是什麼 你們笑 就大自然比你們好 人家不會嫌棄我們老 因為我看那個猴子長得 比我們還要難看 這樣OK 好 下一個 我的書 漂不漂亮 很可愛 這是我們走上去的路 下一個 這是書桌 它就讓你做一個三角形 書桌好小 可是你突然 因為面對整個大自然 你就感覺 好快樂 我在那邊看完了 Hemingway寫了一個小說 再來 這是它的床 再過來 這是它的浴室之中之一 再過來 這就是我講的 它上面那個窗戶 就是你可以在那個地方 黑暗的時候看到星星 那星星拍不出來 所以 等一下 還不到 所以你看到那個窗戶外面 就是剛好已經太陽升起了 有沒有曙光的時候 那我在那個地方 天天拍 不管住哪個旅館 天天拍曙光 直到我回來那一天 本來要去舊金山大橋拍曙光 可是時差已經快要解決了 六點半起來 來不及了 太陽升起了 不能去舊金山大橋 但是我再告訴大家這感人的故事 什麼都有感人的故事 下一個 在那邊生火 再來 這就是我們兩個去泡 Jacuzzi的 很漂亮 好 下一張 然後完了以後呢 腳趕回去 就等著等 等到七點鐘的時候 旁邊有一個懸崖上的餐廳 可是我注意到的是蘆葦 蘆葦的美是什麼 我就突出到這個地方 因為它的風浪太大 所以大多數的植物都活得很不好 而且那裡有一種藻類 它會把樹吃掉 這個是加州這個地方很特別的地方 它是一種dying beauty 就是一個死亡中的美啊 所以那個地方很流行種蘆葦 蘆葦在那個地方 隨著風吹過來 然後看起來很強韌 又很溫柔 然後就襯托了整個大自然 顯得非常的美 在下一張 你看到蘆葦 這是我拍了一張蘆葦的照片 後來有人問我說 欸 文謙你為什麼想要拍蘆葦 可是他們也真覺得蘆葦 配著這個大海洋很漂亮 再下一張 這是另外一個樹屋 樹屋 這其中另外一間 不是我住的 再來 這還有一間 當太陽升起的時候 最靠近太陽的一間樹屋 我就看太陽的光 就拍著那個樹屋這樣 這個是曙光 然後懸崖上的餐廳 你看我不用跑去阿里山 就可以變成一個早起的鳥兒 可以看到曙光 不費吹灰之力 所以你不要感覺這個事情叫做 時差失眠 平常我很難睡覺 時差好愛睡喔 今天晚上有人要請我吃飯 是你們的創辦人 叫蔡長海創辦人 我就說你最好是個帥哥 因為我現在時差我快要睡著了 除非你是個帥哥 否則我真的會睡著這樣 可是呢 我在那個地方呢 就得到一個好處 因為我真的好愛睡喔 八九點 我表妹說她已經還在洗澡 我就已經睡著了 我從小是不能睡覺是有名的 可是一到那裡去 就一下就睡著 然後早上起來就可以看日出 所以人要懂得善用自己的優點 OK 再下一個 所以呢 我的感想是什麼 我的感想是說你看我的人生 你們剛剛有沒有看起來 就覺得很羨慕嘛 對不對 這就是我教大家的 其實你們也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不斷地去記載自己 隔一段時間給自己許個願 那當你很年輕的時候 許的願可能說 我每一年都要看一條河流 或是我每一年都要去一個地方 我每年都要去如何如何都可以 那像我是因為55歲了 我覺得我一定要去全世界不同的城市 以前也不會 那每天等待日出的時候 其實對我是一個很特別的一種感受 你會發現等待是一種美 因為我們平常的生活呢 要不然就過得渾然不覺 非常衝促 我覺得尤其是我太忙了 像我才剛剛從舊金山回來 我昨天要錄一個財經的節目 一次要錄兩集 本來要錄三集 我說我精神不計 只能錄兩集 錄完一集我就說 哇 受不了了 下禮拜一再來 他們說這棚很貴 要多付很多錢 我說我要命不要錢 再借了回家了這樣 那就活得像一台果汁機一樣 就是好像一個不斷地被壓榨的 然後如果現在這個時間 我們現在是下午兩點多 下午兩點多呢 等於是紐約的半夜一點鐘 等於是舊金山的半夜快要十點鐘 所以我再過一個鐘頭就要睡著了這樣 假期的好處是什麼 我剛剛說的這些笑話 我還沒講完 Back 你不再是時間的努力 你是它的知己 你享受它帶給你的好處 你們相依相尾 晨起打開窗簾 黑暗中 你慢慢等等等 好像等一個情人一樣 就等到了日出 然後呢 等到了曙光 然後我才發現天不是慢慢亮 天是一下子就亮 Believe 你的人生也一樣 只要你換一個方式 看待你自己的人生 你會一下子就亮起來 而這個情人呢 不像有些情人 他就不來了 這情人他一定會來 頂多是他躲在雲層的後面 反正天一定會亮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他是一個一定會到的情人 日光乍現 金色燦爛的陽光 灑在雲層 然後鋪沉在整個海面的時候 你突然覺得 啊 活著真好 人生是很快樂 那 有一天呢 是我最後一天 我每天都看日出 但是你時差就會越來越調整 調整 調整到 我快要回來的時候 他就調整到快要變成 舊金山時間了 結果那天我第一次睡到 六點十分 也就是他 七點二十五的時候 我要去金門大橋 是當天的 準時的日照時間 那我如果換好了衣服洗完臉 幹什麼幹什麼 再叫Uber 跑到Golden Gate Bridge 可能會來不及 我的決定是什麼 我就站在我的飯店的窗口 看日出吧 人生錯過就錯過了 不要逼自己 逼得太過分的時候 我到這裡 我一定要救生一扇大橋 在那裡看日出 但是我呢 不小心在文謙的事業週報的 Facebook上寫說 我每天在這裡享受日出 離開的最後一天 我要去金門大橋拍日出 那文謙的事業週報有很多的粉絲 我沒想到在Bay Area也有很多人 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下一頁 我本來覺得說 我就從容地跟生命相處 而不是衝突 結果我突然發現 事業週報裡頭 有一個人給我私訊留言 那個人呢 叫做YU 我根本不認識他一定的嘛 他以為我會去金門大橋等日出 還有另外四個人 總有五個人 不斷地給我發聲音說 他們已經在金門大橋等我了 我還在廁所的馬桶上 他們已經在金門大橋 還不到 還不到 7點25分才日出 他們6點25分就在那裡等 他們希望跟我在金門大橋相遇 問我說我在金門大橋的這邊 還是那邊 我不好意思跟他說 我還在飯店的馬桶上面這樣 然後就給我留言 他說 這裡的風跟浪很大 你要穿多一點的衣服這樣子 他就留言 然後我看了 就是非常感動 這個叫有朋自物中來 然後我就告訴他說 我來不及 因為我起晚了 請他為我拍金門大橋的日出照片 那我就自己在我的飯店裡頭拍 結果7點25分日照時間呢 他的確就幫我拍攝了 大橋的日照照片 就五個人全部都拍 然後跟我說 今日雲層覆蓋沒有日出 下面是我寫的 風浪抖著世界上最美的橋之一 如氣如素如舞如道 這位網友寫說 他在灣區已經住了十多年 他自己個人為感情所苦 他知道這個是很多人自殺的地方 他從來沒有勇氣到 Golden Gate Bridge 直到他說 他聽到我要去 他覺得在那裡跟我相遇 因為他覺得我們的Facebook 老師每天給大家很多快樂的事情 所以他覺得他可能會使他快樂起來 所以第一次他有勇氣到 就是這天大橋 他跟我說他今天沒有等到 可是他知道我要離開灣區 他說我會一直等 一直等 等到有一天 我真的拍到日出照片的時候 我在寄給你 等待是一種幸福 這是他的結語 然後我立刻回了他一封信 後來我到 離開灣區的時候 我是在靠近Stanford那個地方 當天那個地方有個Stadium那個地方演講 就這群人又衝到那裡去聽演講 他就說我就是那個早上幫你拍照片的人 然後呢對我寥弱指掌 所以人生你會不會覺得就說 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你知己在什麼地方都有 為什麼他就給我買了一盒生的巧克力 他說我常看你的文章 我知道你很愛吃巧克力 OK 所以一個非常感人的一個故事 好我們看下面照片 這是我拍的 我這個人呢本來還在那邊說 人生何必要這麼衝促 要從容 於是一走出來 就在我的窗戶裡頭 對著這個地方 兩棟大樓中間 對面剛好有山 我就看到那裡有曙光 有燈 那我就拍了這張照片 再下一張 這是他在舊金山大橋拍的 後來我就問了人 他們就說 因為太陽是從那邊出來的 所以我的Hotel才看得到日出 舊金山大橋 本來就看不到日出的 所以你想像的根本就不一樣 然後本來就要在我的房間 這邊才看得到日出 因為還在山的那邊 你知道嗎 這個我們都知道太陽從西面下 夕陽才在西門大橋 日出是在舊金山的另外那邊 那舊金山大橋是很不容易拍到日出的 因為它太遠了 那往往那個地方霧跟雲層很多 所以等到太陽已經升上來的時候 它已經整個天頭都亮了 所以我想要看日出的話 是要在我的飯店那裡 而不是跑到金山大橋 OK 我們下一張照片 這個是過來 我給大家看 我在整個Bay Area裡頭 我趁著時差這件事情 收集到的很多日出照 這是其中我在一個叫 Half Moon Bay 這個地方 再來 我們晚上就等它一片黑 然後當它開始燈光亮的時候 啪 就趕快拍一張 那真的很快樂 再下一張 這個是從我們那個順序倒過來 就是應該這一張先 然後才剛才那一張 就是這一張是開始出現曙光了 再來 這個我特別要講 這是2015年最後一個太陽落日 然後那個太陽就剛好一半掉在海面上 再下來 這就是我剛才告訴大家 我住的樹屋的日出 再來 它慢慢亮 就真的亮 OK 最後結語 我終於最後一堂課有準時掌握時間 馬克圖文一句話 是我今天告訴各位 如何好好的練習 讓你的回憶是可以留下美好的 最激烈的方法 或是最有效的 躺棺材 第二個 倒數過生日 第三個 想辦法把你所有快樂的事情 每天趕快地記下來 人免不了沮喪 遇到莫名其妙的事情 可是你只要一看到快樂的事情 你就會忘記 生命如此短暫 我們沒有時間去爭吵 道歉傷心斤斤計較 我們只有時間去愛 一切稍縱即逝 我過了這麼快樂的事情 我很棒嗎 我完全都不會沮喪嗎 你知道我一回來當天 在飛機上沒什麼睡覺 下降飛機以後 我就馬上要處理一件事 因為我們跟台灣有一個媒體 它是一個新的新興媒體 那這群人呢都是我的老朋友 我不提他們這家媒體的名稱 它只在網路上 那他們呢經營這個媒體呢很辛苦 他的老闆呢也賠了不少錢 他希望辦一個優質的媒體 那我跟他們的交情呢都長達三十幾年 跟他們的幾位媒體的負責人 負責人不是老闆就是總編輯啊社長的 那我看著他們那麼辛苦 那世界周報的粉絲量比較高 那他們其實需求的就是在網路上頭的粉絲量 我就跟他說你們的國際新聞做得非常好 那我覺得很可惜 因此呢我們的世界周報可以登你的國際新聞 然後把流量灌到你的原來的這個新興媒體 你的新媒體去 說不定可以幫你們一點忙 但他們兩個就很高興就答應啦 大家都很開心彼此互相幫忙 因為他們東西也真的寫得很好 沒有想到他們國際新聞中心的人其實是抗拒的 但他們的負責人沒有告訴我 那他們也覺得說這個抗拒不見得很合理 也沒有跟我說 結果呢我一回來那一天啊 就有一個人跑到我們的世界周報上頭 在粉絲頁裡頭留言 他不是私訊 他是直接在一篇文章 我們說我們是登錄他的文章的下面留言 他是一個媒體的國際新聞中心的主任 他的留言如下 陳文茜的個人粉絲頁 我根本沒有個人粉絲頁 因為我不是不經營社區媒體 那是文茜的世界周報的 世界周報的Facebook 而且那一篇文章 因為做小編的一定是我們的編輯 那篇文章都會 上面都會寫是誰發出的 如果是我發出就會寫C.C. Chan 如果是某一個人發出就是他的名字 上面你可以看到都是另外一個人發出 所以他一開始留言就說 陳文茜的私人粉絲頁 剽竊 剽竊 就是攻擊你 剽竊 哪一家媒體的東西 什麼什麼東西 那下面網友就跟他說 你是這家媒體的人嗎 他們說是 這就是我 我就怎麼樣怎麼樣 下面說你們的不是上面寫說歡迎分享嗎 你們自己在你們的媒體裡頭是寫歡迎分享 而且人家連結了你們 上面還說 如果要看更多的國際新聞 請看某某媒體 你怎麼會說人家叫做剽竊咧 他說 好了 我不要跟你們這些人講話 按照你的邏輯 我無話可說 真的 那我回來 他們就問我說這事怎麼辦 我說你把它整夜刪除 我們是好意 不用計較 那你心裡總會覺得人怎麼倒霉 對不對 怎麼一假期回來就碰到這些事情 那他很大嗎 我馬上就想到我這幾天愉快的假期 我為什麼要為了這個人 浪費我好不容易累積出來的快樂呢 我就立刻 不知道為什麼 就突然想到 欸 就有人寄了我 給我一個keyboard 就有人用鍵盤做成一個waffle機器 我就看到 哇 有這麼一個waffle機器 做成像鍵盤一樣 看起來很香很香的烤麵包 因為我是半夜上看到別人給我這解訊 我已經睡著了 那我們的工作人員也比較客氣 他會覺得我跟人家的媒體的負責人有所承諾 所以他們完全不用 跟完全刪除也不對 除非我告訴他們 我就說不要再用 因為我們本來是一番好意 好意別人不領情 你也不用傷心 就是無緣之人 OK 那我就說 就把它全部刪除 從此不用這家媒體的國際新聞 然後那一整頁就把它刪除了 然後前面幾頁 只要最近還找得到的 就把它刪除了 沒有什麼 對我們來說 因為本來世界酒吧 我們自己就看了非常多的外電 我們只是每天加貼一家 加貼一篇他們的文章 目的是要幫他的忙 但是就是人生就是如此 可是我很快就找到一個waffle 一個waffle機器就是 你們知道什麼叫waffle嗎 鬆餅啊 鬆餅 結果他把它做成很漂亮的鍵盤 我就看到那個漂亮的鍵盤 好像聞到了那個waffle味道 就趕快再回去看到我在Carmel 吃到了這個Scones 好吃得不得了 突然間就很快樂 是的 馬克圖文德華 我們只有時間去愛 沒有時間浪費在這種人身上 一切稍縱即逝 今天呢我把它當成在這一整個學期裡頭上課的最後一堂課 想為大家播放一首歌 歌曲裡頭呢有這麼一些話 叫做Olan Sign 是對所有舊的友誼的告別 告別之前教大家七個快樂存者的建議 第一個 你得練習和死亡對話 你才會動物宇宙之大 生命之危 時間之貴死亡之盡 第二 記得人生兩條路 一條路用來惜福 一條路用來遺憾 你給了回憶意境 那麼生命才能給你風景 你風聲鶴唳地看過去 你的生命只好四面楚歌 第三 生命未必是一部故事結構完整的大片 多盼都是很多片段的串聯 你可以靠著回憶和幻想 讓許多意義浮現了 如果你走錯了路 回頭就好 如果你愛錯了人 傾笑自己一生 放手 許多事情只是一段路而已 不要把悔恨弄得比經過還長 把自己的人生之片 當一部好看的喜劇大片來拍 你是導演 你是編劇 你是leading actor男主角 你也是leading actress女主角 下一個 快樂存著四 這就是我欺詐 沒有欺詐 氣了一點點 覺得這麼不愉快 馬上看到這waffle 就算了很好 所以一定要在自己的手機裡頭 存很多跟吃的 跟快樂有關的東西 若想要保住某些東西 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太在意結果 不要太在意這件事情 如果你太執著 反而容易毀滅 學會微笑地對待所有的事情 特別是你心愛而失去的事物 那樣他們在你的心中 以甜蜜方式生存的機會 反而會多一點點 所以真的不要太執著 學會微笑地面對許許多的事情 特別是你心愛而失去的事物 下一頁 寬容生命曾經對你的冒犯 我們每個人生命裡頭 都會有一些懊惱的事 但你不要覺得自己很後悔 或者是不要覺得自己很丟臉 你把它看成生命對你的冒犯 請記住一句話 你的生命不是為傷害你的而活 原諒他們 你的生命是為愛你的人而活 再下一個 訓練你的眼睛 只對美麗的事物睜開 只向最美的生命記憶深處回眸 第七個 度不過傷痛的過去 真的度不過 教你一套方法 把燈關上 然後回頭 你發現連你的背影都不存在 何況過去 我們以為時間很重 其實它是一片雲 一旦飄過 再也不會回來 所以人生最浪費的事 叫怨對極悔恨 記住 回憶不該是被動的態度 不要讓腦袋裡頭的東西帶著你跑 你要主動的選擇 挫折是必然的 人生就像 一個欄杆上的跑 整個跑步的選手 你是一個長跑選手 你不要把 就是你不要把挫折中的沮喪羞恥感 成為一個橫腸的記憶 這跑跳欄杆的人 再厲害的選手 都有時候會摔跤 都會踢倒 當你踢倒的時候 你覺得我輸掉了 可是我小時候有這幾年 所以我會記得這個 因為我體育太爛 我根本 以前我要去台大的時候 他們說你的大學文憑了 我說在台大法律系 他說蛤 這麼多年我說對 他說為什麼呢 我說因為給你保管 你要盡保管義務給我 我一定會弄不見 第二 我認為我在台大畢業是不好意思的 因為我的體育通常不及格 我在大四的時候碰到一個 年輕的體育老師 他對當時還算年輕貌美的我 頗有好感 所以給了我好處 於此我就畢業了 所以我拿這個大學畢業文憑 有點名不正言不順這樣 那我那個時候為什麼 體育這麼爛 很多不及格的 其中一個就是你要跳欄杆 我每跳每一個都摔跤 沒有一個不摔跤 這也很少見吧 他應該給我100分這樣 我們下一張 然後所以我很了解摔下去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什麼 因為我從小就知道我很笨啊 我根本對自己毫無任何的期望啊 所以我選的方法是 人家都跑到了 我就摔下來 我就躺到那裡不動 老師拿我沒辦法 我在那邊摔下來 有一次我摔下的時候 我來台大體育操場 突然發現哇 那天的天空雲好漂亮這樣子 所以我一天都不覺得丟臉 也不覺得挫折 也不覺得老師要找我算帳 也不覺得摔破了腳皮 我只覺得哇好漂亮 那老師很緊張 與我昏倒在地上 你們怎麼樣 我說沒有 我在看雲 我想那老師已經覺得 還碰到了神經病這樣子 挑選好的事情記下來 成為快樂種子 下一頁 這句話送給各位 一個人的性格 決定他的際遇 請所有年輕的你們 一定記住這句話 很多人到老時候 我的個性這麼老要怎麼改 年輕的好處是個性是可以改的 性格決定命運 所以除非你改變你的性格 否則你就要準備迎接你的性格 帶給你的際遇 你根本不可逃避 最後為大家播放這首歌 Kara Kidd所演唱 你們一定聽過 它是一個十八世紀蘇格蘭的詩人 Robert Burns 詩歌有一萬歲所改寫的 我們最後為大家播放這首歌 謝謝大家和我陪伴過去 這半年裡頭的愉悅講堂 這樣的課程 可能不是教你太了不起的哲學學說 政治經濟學或是歷史等等 但是這樣的一個 教你快樂這件事情 我希望帶給的是你一生裡頭 不會忘記的一個最重要的課程 因為這是每一個人 真的要把自己的人生過好 最需要的知識 我們來聽這首歌 然後最後謝謝大家 謝謝校長 謝謝所有的人 這個女人到五十五歲才會紅 這首歌 聽起來好像 好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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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dness yet For old Lang Syne So he's a home My trusted friend And gays a home Thine We'll take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old Lang Syne For old Lang Syne We'll take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old Lang Syne We'll take a cup We'll take a cup We'll take a cup Of course 我想这是我们太幸福了 能够请到文健老师 过去这个学期 七堂课 常常都非常的精彩 而且利用他个人非常丰富的知识 生命的一些体验 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幸福 因为他永远活在一个美的一个氛围 永远在感恩 永远幸福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老师 我们亚大的师生同仁 也非常幸福 大家给他一个最热烈的掌声 好不好 我想这堂课实际上是更重要 这是一个生命教育的课 它教导我们生命的态度 文健刚刚最后讲 就是你的性格 解决你这个人生这场大戏 这个电影怎么演 但是我想跟文健过去几堂课学到了 我觉得今天他讲了 就是很多就是如何你面对人生的很多的事情 包括悲欢离合 他都非常淡定地去 以不同的角度来面对人生 我想这对我们亚大的师生都是一种福气 能够听文健 他这么深刻的一个对生命的感受 以最美的方式 而且他是一个good story teller 我每天都看文健世界多报 他听他的那个语气 实际上真的是你会 不听会睡不着觉 太美了 所以他以他独特的一个讲故事的方式 一个音乐文学诗歌的方式 来表达我们如何面对我们未来的人生 我想这是非常难得 所以虽然今天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堂课 但是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新的里程的开始 所以我们下个学期 事实上谢谢文健 还有我们那个佳琦董事 还有通知中心的黄主任跟老师讨论 我们事实上下个学期更精彩 我们要讨论我们的创意思考 那值得文健 文健是让你各位看到他很多的青年论坛 不管在台湾 不管在大陆上海都有很多的论坛 那我们下个学期 我也采样同样的方式 那跟四位杰出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来对谈 那包括我们七世科技董事长陈以珍 女士 还有杰安特董事长刘金标 还有上瘾科技的创办人的周永才 董事 还有我们亚洲大学的创办人 蔡长海博士 一起来对谈 我想这是另外一个亚大人的福气 当我们等待 文健说等待是一种美的感觉 所以到明年2月18号之前 各位都非常羡慕 一定都活在等待一个美的状态 那最后我们再 是不是大家起立再给文健 我们的老师一个最大的掌声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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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谢谢蔡先生蔡教授 那么我们今天也是这学期最后一次的演讲 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谢谢大家 今天的参与也希望 这系列的讲座可以给大家一个美好的回忆 那我们出口就在后方 请大家聚在带走你的垃圾 不要留在礼堂内 谢谢 谢谢